他去了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他把他自己当成董事长的小舅子 吃人家的回扣 要不是江宏凯 他现在能整整齐齐 齐齐整整地坐在您面前呀 这 姐夫又给你换车了 不是跟你说了呀 有事呢 打电话给我 我去找你 你说你俩也不要个孩子 一个劲都往车上是什么劲啊 我上个月的钱已经给过你了哟 别想起 把你弟看小了啊 我找我姐就是为了要钱哪 庸俗 那又是什么不靠谱的投资项目 姐 请不要带着刻板的意向看人 今儿是来给您报喜的 从你嘴里能听到什么喜事 起来 别的 到家给你个惊喜 我晚上有约了 你都说晚上了 再几点 我亲爱的姐姐 您就要有大侄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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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又怀孕了 那确实得恭喜你了 姐 这是恭喜你呀 您想啊 您和我姐夫这岁数还没孩子 估计以后十有八九 那肯定是奔事业去了 这不是我说 咱这家大业大的不能便宜外人啊 不管是佳佳还是肚子里这个 将来他们长大了 哪个不得照顾你们 我们有手有脚的呀 将来呢还有护工 我们不需要别人照顾呀 这护工哪有自己孩子之根之底啊 那佳佳马上就要幼儿园毕业了 你怎么打算的呀 上哪厕小学呀 到时候我还得给你解课说说 给咱们佳佳呢 找所最好的小学 你看我这 姐 你说得都对 我这也是为了孩子考虑啊 佳佳和老二早晚得上学吧 而且咱妈咱爸 也需要享几年轻浮不是 这老房子呀 装不下一家六口 还不是学区 那天我看世纪家园那样本店了 纯商业区 高收入人群 走进去素质都不一样 到时候我把门店一搬 我就在家门口看店 那房子呢 我看过了 确实是不错 但贵呀 十万多一平米呢 就算把这老房子卖了 再加上你们这两年的积蓄 那也不够啊 首付的一半还不够呢 你们两个呢 又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 要贷款也是个问题呀 谁贷款谁傻 不就差这么一点吗 所以呀 我得跟我最爱的姐姐 商量一下啊 这个 赛养咱爸 咱妈呢 和给老安家留后 我一人担着 将来你把房子给我一换 就相当于买断我这个公灵了 老人 孩子 都是我的 绕了一圈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的如果真的想用钱 我这儿有五十万 借给你 你还得给我打一欠条 你还得给我打一欠条 借 给爸爸买房叫借 我这出息闺女啊 你这是铁了心的 不要你爸呀 江洪凯呢 生意最近是好了一点点 但是我在江家 也是要做人的呀 你们这些零零碎碎 平常的使度 那都是我自己贴不上去的 哎呀 阿姨 做生意赔的那些板 搞起搞霸的那些 投资什么的 那哪一次不是 我跟江洪凯两个人 给他擦的屁股啊 你还好意思说呢 上次妈生病出院 你连三万块钱 现金都拿不出来 我说什么了没有 听听 爸 这我姐心里是有账本了 这要跟她亲兄弟 名算账了吗 这不是 那你从小到大 是喝西北风长大的 衣食住行 我给你算过一分钱没有 您是没给我算过一分钱 您是没给我算过一分钱 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 您先学费贵让我换专业 对吗 爸 是我保证我自己要勤工俭学 才没有换专业 结婚前您 让我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您 每个月的都交 我交了 您说要给我做什么什么理财 我结婚的时候一分钱没见着 结婚以后 我要回了自己的工资卡 您愣是半年都没让我 进这个家门 直到江红凯 事业慢慢发展得好了 您又带着安阳 到公司来找工作 我不是没给他安排工作呀 他去了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他把他自己当成董事长的小舅子 吃人家的回扣 要不是江红凯 他现在能整整齐齐齐齐齐整整地 坐在您面前呀 您不是要给我算吗 咱们算 现在就算 姐 算 拿起来 姐姐 现在就算 别别别别别 爸 您对他的养育之恩 这能算出来吗 都别生气 别生气 我还是那句话 你需要钱我借给你 五十万 你给我打个欠条 多余的我一分没有 疼 你住你的别墅 我跟你妈就挤在这工房 让那些阔太太朋友们看看 江红凯的岳父 过得这是什么日子 姐 你赶紧给爸道个歉 这事儿没商量 我这鸡窝里容不下你的金凤凰 请吧 安总 我姐就是嘴硬 一会儿我跟她喝一杯就好了 这是妈特效药 这是您的 您要手 姐 你去哪儿啊 我爹 我跟她说一位 我看你是什么 我说二种 那边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做到二种 都可以拒绝 再香气 我然后把这鸡窝 怎么还打上视频了 怎么就不能打视频了呀 不好查稿呀 说什么话呢 老张他们还在我这儿开会呢 你们在哪儿呢 还能在哪儿啊 在公司呗 你怎么了 说话怎么这么僵硬呀 没有啊 不是 公司有些事要处理 那好吧 我想跟老张打个招呼呀 老张人家在忙事呢 怎么就不能打个招呼了呀 你说这么晚了 你的这帮兄弟陪着你熬这个大夜 那我作为家属关心关心不行呀 好好好 老张 来 来 来 怎么了 走 安心要跟你说两句话啊 嫂子 嫂子好 你这不会是在查卡吧 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们这里全宿局都是男的 而且梁子都是工作 我都快郁闷死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有什么不放心我们家老江的呀 倒是你钻石王老五 别把我们家老江带坏就行了啊 嫂子你可冤枉死我了 我现在唯一的伴侣啊 就是我们亲爱的江总 上哪儿钻石去啊 行了行了 赶紧开会去吧啊 忙完站这儿到家来吃饭 行行行 好了 嫂子那先挂了啊 改天去看您啊 拜拜 嫂子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 我说哥啊 你真的得好玩想想啊 就嫂子这脾气 如果你还没有处理好 我估计她一定会把你撕碎的 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的 别系列 您都没了 有工师 我估计她 �讯田 sempre也会把她拆好 确计阿 keh 他被中共受限显 old 谢谢观看